臺灣總理局長 很榮幸以盛大的軍禮 歡迎何美黨總理閣下率團來訪 這是總理閣下第一次訪任五國 我要代表臺灣人民 向遠道而來的朋友 表達最誠摯的歡迎 今天 何美黨總理閣下率領政府成員來訪 透過實際參訪 親眼所見 相信各位一定可以體會臺灣人的熱情 以及我國多元文化的美麗 總理閣下上任以來 已經陸續和臺灣共同合作 推動包括衣食人才培育 氣象預警系統 以及提升市制律教育等 各領域的新興計畫 這都代表臺灣跟所羅門群島的友誼堅定穩固 同時也歷久彌新 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 將在今天登場 所羅門群島的衛生部長 將會在會中擔任辯論代表 給臺灣最大的支持 並且跟我們其他國際友人 一起為臺灣發聲 我要向所羅門群島的朋友 表達臺灣人民的感謝 臺灣有能力也有意願 參與國際健康的事務 為全人類的健康跟公共衛生付出 同時 臺灣人民也不應該被排除在世界的防疫網之外 世界需要臺灣 臺灣也需要世界 我們兩國都是海洋國家 海洋就是我們不便的聯繫 彼此之間的合作 也會以互惠互助的方式 持續拓展加強 造福兩國人民 再次歡迎臺灣的海洋友人 也預祝各位行程圓滿順利 謝謝大家